四拼球赛中国提前锁定一贯 梁静坤立刻强敌进决赛 北京时间11月7日消息 2021年WTT常规挑战赛 斯洛文尼亚拉什科站结束男女单打半决赛 中国队提前确保一贯 王毅迪和刘伟山双双获胜会失女单决赛 梁静坤保持强势再次赢球闯入男单决赛 梁静坤在半决赛里遇到瑞典的佩尔森 开赛后梁静坤就迅速发动 他积极上手抢攻 以11比8 11比7 11比7先胜三局 没有破路的佩尔森放手搏杀 梁静坤这时打得有些保守 结果佩尔森以两个11比9连班两局 第六局梁静坤放下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找回了之前的状态 依靠积极抢攻迅速拉开领跑 他以11比6再胜一局 以4比2淘汰对手进入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里 刘丁硕在0比2 1比3落后的情况下 连续反攻把总比分追成三平 可惜决胜局里没有顶住对手攻势 他以3比4不敌哈萨克斯坦的格拉斯门科 这让梁静坤将与格拉斯门科争夺男单冠军 女单半截赛里 王毅迪以4比2击败印度的巴特拉 刘伟山以4比0红扫德国的温特 中国队提前锁定这项冠军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